你現在目前台北股市的一個狀況 量能至少要維持在4500億以上 才能夠支持得住 台股站在2萬點以上的一個發展 所以其實後續成交量會變成是一個 比較重要的觀察指標 為大家分析 台北股市今天是亮縮了一個上漲格局 不過在指數的部分是出現了強勢的反彈 漲了375點 目前是站回到了月線以上的一個多頭架構當中 那麼我想在這個禮拜 有非常多的一個數據要公佈 那包含像是在這個禮拜 有這個FED的利率決策會議 另外美國財政部的這個融資的一個計畫 另外就是在美國科技類股的財報 也陸陸續續要公佈 所以其實在這個禮拜 影響台北股市的變數還蠻多的 所以其實對於整體來說 下半週之後可能在台北股市的部分 特別留意一下籌碼的變化 那今天的整體台北股市 在站上月線之後 那也封閉了先前4月16號的空方缺口 初步有轉強的一個現象 不過可惜的地方是在量能的部分 並沒有跟著出現上漲的一個狀態 那你現在目前台北股市的一個狀況 量能至少要維持在4500億以上 才能夠支持得住台股 站在2萬點以上的一個發展 所以其實後續成交量會變成是一個 比較重要的觀察指標 那當然在結構的部分 今天所謂的電傳金 三個類股的全部都是上漲 那麼在台北股市的部分也帶動強工的月線以上的一個格局 其中比較重要的關鍵是在台積電 另外呢就是在這個傳產類股的部分 那當然今天的中信金帶動金融業 金融股的一個指數呢持續的往上創高 也是一個比較重要的一個指標 所以其實後續在整體的觀察上面呢 我想在電子金融雙主流的帶動之下 後續台北股市的多方的這個行情是可以期待的 另外在新台幣的一個架構上面特別關注到的是 近期在日元的貶值當中呢 新台幣後續會不會有出現一個貶值的壓力 到目前為止呢 新台幣直貶的一個狀況是相對比較明顯 當然對於外資來說 後續的動態就會變得比較關鍵 那只要新台幣沒有持續的出現了貶值的發展 外資在這個台北股市的這個操作的部分 就會相對比較偏多來進行看待 建議投資朋友在這邊還是要特別留意自己手中的籌碼 跟量價的一個變化 來進行一個動態的一個調整 為最重要的一個觀察的重點